人们被杀了,被杀了 别说了,别说了 你带来证据 我们的兄弟,你子侯 这时,我还没有人家 你还要把垃圾放在房子里 我还没办法做这个 我还没办法做这个 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呀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悬疑韩剧 《惊奇的传闻》第八章 在上一章我们说到 苏文在回忆往事时,不幸被小黑察觉到了 小黑直接进入了他的回忆 两人打坐一团 幸好内娜及时将苏文拉回了现实 不久后,众人得知大宋被恶灵附身了 在前往寻找他时,被隐藏在暗处的昌葵偷袭了 众人生死难料 回到本章 虽然猎魔四人组被昌葵偷袭了 但是猎魔四人组的实力也不是开玩笑的 身体是一个比一个强悍 出了这件事,众人也只是流了点血 昌葵见状,差点吓尿 赶紧上车开溜 估计也是做了这么多年坏事 第一次见到被大货车直接撞上 还没什么大事的人 主角团也没空搭理他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到被恶灵附身的大宋 只能暂时放昌葵一满 画面一转 此刻大宋正在殴打高尔夫球场的服务人员 责怪提供给他的面不好吃 好家伙 这也是打人的理由嘛 看来大宋被恶灵附身后 是真的变得更加疯狂了 他一发力居然踢断了服务员的脚 突然感觉到浑身充满力量的大宋 非常兴奋 接下来 他打算拧断服务员的脖子试试力量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娜娜带着几人杀到 娜娜拦住了想要出手的苏文 独自与大宋展开搏斗 他实在太痛恨这个害他家破人亡的人渣了 好在附身在大宋身上的是二阶幽灵 娜娜上去就是给了他帮帮两拳 几番搏斗下来 大宋就被压制住了 正当娜娜打算去除恶灵的时候 一段妹妹的回忆袭来 他真想当场杀了大宋 好在苏文拦住了娜娜 亲手进行了驱魔仪式 驱逐出体内的恶灵被打入地狱 遭到万鬼吞噬 这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魔 此刻 被大宋杀害吞噬的员工小雨 来到了阴阳界 今年27岁的小雨从小没有父母 和奶奶相依为命 长大后 奶奶也离开了他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建筑师 通过多年的努力 才勉强获得了一份还算正式的工作 没想到正要大展宏图 却惨死大宋之首 他感慨世道不公 非常不甘心 他还有好多梦想需要去实现 不得不说 这位大兄弟是真的非常惨了 苏文健壮也只能拍拍他的肩膀安慰 好在并不都是坏消息 伴随着大门敞开 他终于见到了过去多年的奶奶 两人相拥而弃 一同走向天堂 也算是个有了个不错的归宿 此刻 娜娜已经读取了大宋的记忆 去找杀害小雨的凶器了 早前大宋拿着工牌对一个舞女炫耀 自己拿这个勒死了一个员工 心情特别美妙 可怜的舞女本来还是陪笑的 一听这人都傻了 娜娜从舞女这拿回了工牌 去警局报了案上交了罪证 巧的是 她在这里碰见了 之前住在老宅的两个女孩 大丹和小丹 姐姐大丹赶紧询问苏文的情况 之前她为了保护妹妹 向昌奎透露了苏文的情报 现在很内疚 娜娜笑着安慰她 一切都没事了 娜娜还得知了两姐妹现在被一个家庭收养 终于可以安心生活了 她为此很是高兴 回到车上 丘姐知道娜娜心里一定不好受 她打算亲自下厨做一顿大餐 娜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娜娜只是淡淡的说两个字 煎蛋 画面一转 一桌丰盛的饭菜 还有满满的一盘煎蛋出现在眼前 当时娜娜的妹妹就最喜欢吃煎蛋 此时的娜娜 仿佛看到妹妹出现在她的身边 妹妹笑着对她说 长大以后一定要成为姐姐一样的人 长得好看又善良 擅长运动还会陪她玩 笑着笑着娜娜就哭了 全家人就她活了下来 她是真的非常难过 隔天人渣大宋遭到了警方的拘捕 现在罪证齐全 大宋难逃法律制裁 网民们十分心痛小雨的遭遇 自发的建了一个网络葬礼网站 一经推出 就获得了超过十万条的哀悼留言 这届网友挺不错的 相信在天堂的小雨 心里也会好受些吧 小插曲过后 正是还得继续 只不过水库的事还是没有头绪 这时 张五拿出了从大宋那 获得的太深集团的罪证 建议直接提交罪证 搞垮太深集团 他们也该放手了 只不过这样一来 苏文父母被害的事 就会无疾而终 娜娜第一个反对 这时张五为几人购买的新车到了 不得不说有钱真的挺好 这车太霸气了 忽然贾哥直接上车 不顾几人劝阻 直接飙车 来到了太深建设楼下 他打晕了门位 直接刷卡 坐上电梯 这时圣灵兰兰感受到贾哥又要搞事情 提醒他不要插手人间事 不然没有好果支持 见贾哥不管不顾 兰兰向威根抱怨 贾哥真的太不像话了 他还想重生 不能被那群人拖累 说着父亲离开 一旁娜娜的胜利子宰也提议 该给他们一个警告 不然事情会失控 威根一言不发 此刻的贾哥战斗力爆表 一路火花带闪电的杀进了二哥的办公室 贾哥警告二哥 以前你们的杀人埋师一切都轻而易举 不过今后你们可得小心了 二哥暴怒反驳 这是法治社会 你说话可要讲证据 贾哥不慌不忙的回了一句 表示水库的小金尸体 哪怕是偷干水库的水 他也会捞出来的 这句话真的太霸气了 这时昌奎终于带着人马杀到 贾哥警告二人 以后不要再去面馆闹事 否则下次就只能躺着离开了 说完霸气立场 在场的众人无人敢阻拦 贾哥守候 二哥告诉昌奎 看来贾哥是真的失忆了 他居然认为水库是真的水库 现在暂时不要招惹贾哥 盯着他就好了 隔天阿珍 阿强从苏文哲 听说了关于水库的事 正在用地图帮忙查看全市水库的位置 阿珍想到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七年 本市的地貌发生了改变 或许得查七年前的卫星地图才行 一番操作过后 虽然没有发现跟水库有关的线索 不过 苏文注意到七年前 有一处地貌和现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特别留了一个心眼 画面一转 苏文的外公正在给外婆梳头 神志不清的外婆本来闹情绪不想梳 结果外公说了一句 过几天就是忌日 苏妈该回来了 我们得收拾的正是一点 听到苏妈的名字 外婆瞬间听话 女儿在外婆心中的分量重如太山 此刻 全程发布了连环杀人魔小黑的通缉新闻 新闻也在大肆报道 老坏市长还特意到警局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强调警方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一定会全力抓捕小黑 英姐看着老坏作秀 一脸冷漠 另一边 苏文不断思考着 关于水库的情报 在路口时描了一眼电线杆 这一眼非常关键 毕竟是编剧安排的 这一眼自然不平凡 她发现了电线杆上的编号 联想到了水库背后的编号 和这个很像 这么一对比 果然猛合 这时 英姐接到了贾哥的电话 让她赶紧查查水库编号的电线杆在哪 并且马上行动 查到了电线杆的位置 时不我待 几人立刻驱车赶往现场 找到电线杆后 又对比周边的环境 发现这里就是苏霸储存卡里的地方 果然找对了 他们发现了附近围着一块地 上面写着禁止进入 赶紧破门而入 结果 在这里的见闻 让几人大吃一惊 这里恶臭熏天 这块土泥被老坏改造成了垃圾处理厂 这块地埋着数不清的城市垃圾 动物尸体 几人甚至怀疑 老坏把这些年害死的人都埋在这里 最可怕的是 这块地的上方 就是这座城市的水源 这里没有处理过的废水 垃圾都排放到了人民的饮用水 难以想象 整座城市的人每天都在喝着 这样肮脏的饮用水 这老坏 这真是坏事做劲 丧尽天良啊 几人离开前 在附近装了一个监控 打算收集解决恶人的罪证 回面馆后 秋杰神神秘密在冰箱内翻找了一些食材 苏文正要离开回家 秋杰拦住她 原来秋杰知道今天是苏文父母的忌日 特地拿了些肉给苏文回去好好过节 画面一转 苏文在厨房烹饪 准备忌日要用的食材 痴呆的外婆嘴馋了 过来要吃的 苏文贴心地为外婆吃 一同前来的还有阿珍 阿强两位好友 他们总是能在关键时刻 陪在苏文身边 苏文一身黑衣 对着父母的灵位拜了三拜 望着墙壁上的大合照 苏文心里很不适滋味 此刻英姐带着手下在城市巡逻 由于连环杀人魔小黑的出现 造成了市民恐慌 现在只要稍微和小黑长得像的人出现 就会接到报案 警方只能疲于奔命 这时英姐接到报案 真上路9号有民众发现了小黑出现 他立刻驱车前往确认 巧的是真上路9号 就是苏文家附近 此刻的苏文与英姐擦肩而过 由于得知了父母的真正死因 苏文终于敢坦然面对 阿珍阿强两位小伙伴陪着苏文来到了当初发生意外的路口 苏文放下一束鲜花 为父母祈福 阿强告诉苏文 他父母知道他的腿好了一定会很开心 苏文笑着送走两位好友 他对着鲜花向父母保证 一定会抓到凶手为他们报仇 苏文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忽然 身边一道黑影闪过 苏文意识到不对劲 打起12分精神 一路追踪黑影 这时小黑一脸怪笑 出现在苏文身后 在下一章中 苏文和小黑缠斗在一起 并且发动了淋浴的能力 小黑察觉到不对 在接触中读取了苏文的记忆 知道了是淋浴的原因 瞬间就将苏文狠狠压制住了 正在要杀死苏文时 英姐赶到了 英姐能救下苏文吗 我们下期再揭晓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